日本福岛核实固中遭受污染的废水 同核电厂正常运行排放的冷却水 有本质区别 前者是堆芯融毁后 直接接触核燃料 且任意反应从而产生的废水 跟后者有天壤之别 民进党当局有人故意将二者混为一坛 直路为马 替日本福岛核实乌污染废水出置的做法来辩护 肆意愚弄台湾民众 拿台湾同胞的生病安全和健康福祉当儿戏 令人质疑这样的人究竟是谁的利益代言人 居心何在